其實他已經陷入肝氛圍的狀態 其實已經認不到人 兇笑急性肝酥蝶 要換肝 面對弟弟突然患病 姐姐Coco都很迷惘 27歲做兇笑的Jack 小小就有月形肝炎 但不影響身體 有空還會踩單車和游泳 抑不煙不走不夜蒲 今個月中 他會來做完事回到香港 突然很累和吐吐 最初為腸胃炎 直到上個星期 Jack的皮膚發黃 尿尿變成橙紅色 加人再帶他去檢查 確診急性肝衰竭 上個星期六轉送馬來醫院 他的肝膏的烤素很高 其實靠自己好起來的機會是好味 異生昨晚繼續觀察Jack的情況 如果用藥之後都沒有氣息 就要換肝 幸好Jack的姐夫已經做好準備 現在是我先生 他驗了所有事情 其實再等最後一個報告 如果合適的 就可以有機會捐給他 如果不對 就要等有心人捐肝 Coco希望更多市民 願意捐贈器官 希望所有香港人 以後下來的意識會高一點 其實真的可以幫到不同的人 可以延續他們的心理 希望Jack可以大步南國 希望Jack可以大步南國 請問他